哈啦欢迎回到林北频道 今天星期天了 星期天讲12个笔就讲这些 然后废话不多说我开始了 在我开始之前我要讲一个不好笑的废话 今天可能很多人会问老天你的头发是不是剪的 我说没有啦 那个风吹那个头发自己飞走了 不好笑对不对来开始了 昨天晚上一整天就一直很多人叫我看SRP 但昨天我出去太笔了 然后也没有怎么看盘了 然后也没有怎么回复不好意思 但我今天林北回来了 所以一醒来我看到这个SRP 我就觉得他差不多要进医院了 但我没有在谨慎 我有在排队 我还没有排到 这SRP这一波你看 昨天我教你们的报增量 马上一教马上就出来了 你看这个报增量 假突破回来 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应该最容易走的方向 应该是下去的 所以现在你们可以考虑直接进场 这是第一个选择 我没有直接进场 我在排队 我是那种超级没有勇气的人 没有技术 人又不帅又没有勇气 你看 窝囊窝囊费用 ok 所以我希望他真的可以再来回归一次 818以上 我现在排818 如果拿得到的话 我可能会抓得到给他空 如果他直接从这边砸下去的话 我就没有缘分了 因为早上醒了他已经跌到这里了 然后我也不像那种韭菜直接乱缝磨的 所以如果有回来我抓 如果不回来我就不抓 如果你想抓又不想等 那你直接抓 只是说那个应亏比 就不会那么好 ok 这一波我觉得 XRP应该有可能会下去到63左右 ok 不要听什么主播告诉你什么 XRP to the moon 现在很难有一个B会to the moon的 ok 上去都是装B的 然后给我们把它砸下来 ok 所以那时等待818如果拿得到就拿 拿不到的话 那就命了 命运不好了 就是命苦 但你们要直接追的话 你们计算你们隐亏比 好像比如说如果我要在这边空的话 ok 我们在这个level空 这个是我的止损位 就可能设在86左右 ok 然后如果我的目标在这里 这个前提是你能不能拿得住 因为很多人看到一点利润 就受不了就要跑了 ok 所以如果你拿得住的话 你可以从C波拿到D波的话 你的应亏比可以达到1比3的 所以如果你的风险是1000块 你可以赚3000块 如果你的风险是1万块 你赚3万块 ok 前提是你要拿得住 不要上下一点点在那边 老铁要开仓吗 要关仓吗 要加仓吗 要减仓吗 如果你这种拿捏整个行情的 怎么讲 能力还不到的话 你可能先用小仓位去练习一下 没有任何的short cut的 所以只能说慢慢累积经验 才可以可能拿得到这种长期的利润 那种比较圈内打的利润 好了 废话不多说看BTC 你看BTC在这边纠结 4万的level横盘一下了 然后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反弹一波 真的有反弹等制裁 OK 他一反弹就跟他砸下来 如果你现在抄底的话 我觉得风险挺高的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他横盘之后 会不会拉一波才跌 还是直接跌破 最安全还是等待形态完成 再去抄底 这种在半路中的 半路跳车这种东西 还是别做了 等待真的要考虑做多的话 你可能等这个形态完成先 但也不要挂单 你可以用tradingview的警报的功能 设一个警报 当价格来到这个level的时候 你看好像我放这里 37305 然后我可以这边可以写 BTC BET 蝙蝠 然后创建 所以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APP会谈一个 蝙蝠完成了 来看 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你直接挂单的话 直接要挂到你的18层地域 OK 来看一下ETH 听一天了 不想讲太久 ETH这边有一个形态 在266多 但我没有保证它会从这边反转 总体盘面很弱 所以如果有反充去接空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案 所以等BTC去了乍腕期 以太坊也是可能会下2600或以下 如果886 有这个身价特里 身价特里如果失败的话 下一个level可能是走一个1618的 回到2134 有这个可能性的 所以不要太害羡 我们看下市场对于这个价格 有没有反应 然后再做出下一个动作 OK 然后Neal 昨天很多人接了 今天在折腾你了 就在前面这么容易的 OK 很多人以为一进场 他直接会爆破 直接跌到0 归0吃归0高 但不是每次都这样的 现在在折腾你看 像我们在4小时主力 测试了一次 反抽下来 现在可能来测试第二次 昨天没有抓到的话 今天如果再反抽回到27 左右这个level 我觉得是不错的一个价位 可以考虑 我在考虑也是可能我想 减半仓先 然后回到27再进 因为我第一部分的仓 是在前天晚上进的 在26 可能我先减半仓 然后我排回27 27抓得到的话 那这个价格就爽了 然后希望在测试阻力区 他就不要再撞币了 从投资币开始炸下来爆破 但他还是有可能会直接拉升的 我不知道这个币到底干嘛 但时不时会有一些币发生金的 然后别的币在地下再涨 有这个可能性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风控还是要做好 每一单最大的风险 不要超过你仓位的5% 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 如果你觉得5%太多的话 你就用1和2去考虑 所以等下可能做完这个视频 我会先出一半 再排回一半在上面 为什么我不出到完呢 因为我最担心就是我贪小便利 我排回这里 下一个小时直接爆破 然后我一分都赚不到 所以我可能重拍一半就好了 可是这个是我的想法 然后Dodge 狗币 死狗币 好久没有看到他了 死狗币 无聊的钥匙 也不懂他要干什么 跌涨 横盘 也不知道他干嘛 真的要制裁 你等他真的有回归一些长期的阻力 可能回归到156这里 我们再考虑要不要去制裁他 暂时就官网什么都不能做 然后Beta 这个是干嘛的 这个也是装逼的 这个有点像DYDX的感觉 这个可能差不多了 时间快到了 现在我们在886附近 RSI接近超买 8861902的反转区在这里 其实天使地利人和很多东西都已经符合了 现在我只想看到的就是RSI碰到超买开始转出来 那我再去接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就等待 这个不错 没有玩过 但我会考虑我不知道火币有没有得玩合约 OK 来看看广告 说说废话 谈谈天 对不对 就喜欢老铁免费给观众 没私心 不像某某的VIP群 那些搞什么付费群 VIP群的 很多他内容 VIP不VIP都差不多一样 不可能给他们的普通的观众讲座多 然后VIP观众讲座空 所以我也不懂他们这些是怎么搞的生意模式 可能就是吸引那些贪赚钱的毒鬼进去 我也不知道进去的到底是不是好事 反正老铁这边就是免费 但你看久了 你真的想学老铁的分析的思路 手法技术 那你就来上课 就这么简单 OK 不想来也没事 老铁不缺你的学费 之前自己下歌 现在跟老铁跟胡子哥一起走 然后基本没有亏 只是有时拿不住利润 所以我就说了 拿不住利润是自己的问题 这个是基本功不过好 先把仓位调小 试着拿这个单子拿久一点 慢慢练起来你这个功力 不是第一天就能吃餐一个十万的单 拿三个月六个月 不是三天六天的 不容易的 OK 所以知道自己有问题 这个是很好的开始 继续的加油 我给你花 OK 这个怎么名 卡什么 卡斯底 卡斯底 OK 之前跟别人学了 常会管理 跟老铁学和谐 然后总体很赚钱 希望三月份来上课 我等你来 老铁的视频属于那种 不做教育也想看的 因为很有梗 因为我是邪心 我就决定了 如果之后我的教育每一单 谈出来分析的都不准的话 那我准备进军演艺圈做邪心了 康康吴中仙 他们这些都要退休的都很老了 所以可能我还有希望进去做邪心 好喜欢看他们 可是他们都好老的感觉 很多人说不能发评论 但这位Jeff兄 他最近刚加入了学院了 然后他说换VPN的代理地址就行了 所以你们不知道的话 你们可以问他一下 然后老铁为什么有时候有量 反而是空 暴震量而不是涨 暴震量你怎么去理解 暴震量就是很多人在出货 也很多人在接盘 两面就一起结合的话 那个量就暴震三到五倍 如果价格在底部有暴震量 代表很强的支撑 你可以去接多 如果你玩的是突破暴震量的话 你要小心 因为突破暴震量代表很多 专家在出货很多笨蛋的散户在接货 然后总体我觉得暴震量 要么你在底部或者在顶部 可以做多做空 但你在中间的时候 他暴震量到一个中间 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点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假突破 我觉得70%是假突破 30%还是真突破 还有总体盘面现在是走熊式的 所以我觉得任何的暴震量 你都要谨慎 好像你看今天的XRP 昨天很多人追了 我觉得又要被打脸了 猜的 很多主播没有什么实力就开 什么直播佩服他们的自信 都是一个过程 然后人家也是要萌生的 有些人就是靠开这些课 这些什么群去赚钱的 然后很多时候他们也会推一些 奇奇怪怪的项目 没有听过的项目 推一些NFT 因为每推一次就有几百块美金 他们没有多少人真的可以跟老铁一样 真的交易赚钱 又可以卖课程卖到有人要来上的 所以只能说谋生 然后你们自己要负责人 要自己去分析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相信 然后如果觉得他技术好 人格很正像老铁这样的又好笑 那你们可以考虑去参加他们的付费群 但我觉得其实跟我一个人的分析 应该是挺足够的 暂时 ok这个Stoon兄很好笑的 他是一个我觉得很幽默感很高的朋友 改天我们搞一个腾讯视频 你连麦来跟我讲一讲废话好不好 Stoon兄 我是YouTube专用的机器人 昨天第一名留言 又是给兔子阿姨抢到了 你们真是 真烂的 每天输给一个女生 然后我发现 其实兔子阿姨不是阿姨 这个是昨天我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 发现 不要问我怎么发现的 我是找了很多人去见识她 然后终于给我发现到了 所以兔子阿姨其实是一个美女 不是一个阿姨 她名字真可爱 还有继续说 到来ONEFTM 你们请求不要一次过给我打四五个六个的 这样每个人给我四五个的话 我一个视频就要搞一个小时的 搞不完的 你们每天留言留一两个我OK 你们留四个可能我选两个来说而已 这个ONE 感觉已经开始在套线了 这个ONE我也不懂他要干嘛 四小时去世线 这条线等吧 没有来到这里的话不要抄底 来到的话再考虑吧 没有什么好看的 然后 粉TiMo TiMo姐姐回到了一个支撑了 代表直接可以抄底吗 我觉得还不是 因为我看到以太坊比特币还没有到位 我觉得一般都是有那个连贯性的 所以其实我画这个去先严格的去画 他也是还没有到达我要的level 可能还会再砸多一波 砸多一波到了支撑 有抱质量是好事 RSI要到达超买 这些都没有符合的情况下 你就观看就好 不要做傻事不要自杀 OK 来Rose 昨天有人留言说 我去看你们 你每次介绍的Rose妈妈的这部戏的 叫华登 就是台湾林心如导演的 然后有一二三集 第一第二集已经开播了 在Netflix你们可以去看 我推广没有好处了 但我觉得真的挺好看的 找杀人兴手的这种戏 我不懂你们喜不喜欢 然后第三季下个月开播了 我挺喜欢的 我的观众很多台湾人 你们有没有喜欢看华登 Rose妈妈我好喜欢 虽然他在里面 他不是最年轻最漂亮的 他不是最年轻的 但我觉得全部里面他是最漂亮的 我喜欢他 从小就看他的戏长大的 看环珠哥哥 赵薇都被笑逝的 幸好林心如没有被笑逝 Rose 这应该明显的做一个熊师 然后只能说有反抽到阻力 看空我觉得是不错的 OK 现在暂时都不懂 怎么看了 来10B 10B 我说过了 上去那天我说这个level 附近应该就是阻力了 OK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理解 他是来一个虚实践阻力 测试一次两次三次 像今天的new 测试一次跌下来 反抽很多人受不了跑掉了 但很多时候来到这里 碰一碰又是阻力又要开始跌了 OK 他会纠结一段时间 把你的耐心全部耗完了 再来爆谱了 很多时候很多人 他在这边上上下下的时候 就受不了了 所以还是坚持大家 培养你的持仓能力 要每次持仓盈亏比要超过2的 我觉得这样的话 长期你才会容易赚钱 盈亏比超过2什么意思 就是你每单赚2块 你亏亏一块 你的胜率只要百分 只要保持在40%左右 你就赚钱了 很简单的 10单赚钱就OK了 不用90% 只是太多人不能够持仓 持仓不能够成功的朋友 第一没有经验 第二就是仓位太大受不了 那个波动 OK 反正废话说完了 10B这一波 我觉得会跟以太坊 比特币一起跌多一波 然后我觉得下来19的几率挺高的 这一波会完成一个蝙蝠 所以耐心等待 然后AR跟DOT就有两个了 AR AR到达反转区 走了一波382继续砸 OK 下一波怎么看 这个web3.0那时候很火 全部人说什么下一个游戏比 结果什么鬼都没有 AR我暂时没有看法 4小时全部都好像在爆铺的感觉 这一波大心态可以看AR大心态的话 618下来 这一波我觉得AR至少回到16块 所以不要急着去接 然后如果反抽到这些有不错的阻力 都是可以考虑看空的 如果有下几天有什么反抽 来到这里无法突破 我觉得下一步又要跌了 回到16块应该不难 最后一个看DOT了 DOT之前也是走了这个心态 然后反抽一个382 我就每次说了382一定要不分止盈 这个就是远银了 382直接跌了 跌下去了 所以下一步我觉得DOT应该是跟着 以太法比特币继续的跌 然后这条长期趋势线不破的话 不可能去长期拿多的 要做小波段的多 有心态玩就是ok的 但你要拿长期拿to the moon 还是很多人问我现货怎么操作 现货跟合约都一样的 就好像你吃鸡饭 你用左手吃跟右手吃都是一样的 然后现在你要长期哪一个6个月一年 我无法预测这么远 但你要我每天帮你预测下几天的行情 我觉得我这个还行 你要我预测6个月的我觉得很难 所以只能说现货 如果你买在好的价格 你还有利润 你可以考虑先套利出场 但如果你买在很烂的价格 然后你一直不砍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你该不该砍 因为你买在什么价格我不知道 然后你是拿3年5年 还是哪一个3天5天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说 我只能每天帮你判断这些短期的 波段的行情长期的话 到底值不值得拿你们自己做决定 OK 好了 这一波跌了 然后 只能说现在看起来趋势很 horrible 就很烂 然后只能说如果有反抽到 一些任何的趋势阻力 继续看空调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好了今天说到这了 谢谢你们每天来支持老铁 我最近的流量大爆震了 然后没有你们没有我 然后我尽量每天就帮你们做一些 准确的盘面分析 祝你们每天看着我的视频发财 化了 拜拜